开设紫围斗书课程的规划可以分为两个学期,每学期18周。 第一学期主要教授基础理论,让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,第二学期则聚焦与进阶应用与实际操作。 以下是一个可能的课程规划。 第一学期基础理论与基本盘法18周。 第一周课程介绍与紫围斗书的起源,介绍紫围斗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, 说明紫围斗书在命理学中的地位与应用。 二、第二周,命盘基础概念,命盘的结构介绍,命宫十二宫位,十四组星的基本特质与分类。 三、第三周,紫围星系的基础分析,紫围星天际星的意义与特性,解析紫围星系的基本性格与命盘上的影响。 四、第四周,天附星系的基础分析,天附星,太阳星的意义与特性,解析天附星系的基本性格与命盘上的影响。 五、第五周,天象星系的基础分析,天象星,聚门星的意义与特性,解析天象星系的基本性格与命盘上的影响。 六、第六周,天同星系的基础分析,天同星、天良星的意义与特性,解析天同星系的基本性格与命盘上的影响。 七、第七周,连真星系的基础分析,连真星、七杀星的意义与特性,解析连真星系的基本性格与命盘上的影响。 八、第八周,命宫与十二宫位的意义,命宫与其他十一宫的基本概念,十二宫位在命盘中的作用与分析。 九、第九周,命宫与深宫的关系,深宫的意义与重要性,深宫与命宫的互动关系,十。 第十周,丝化飞行理论,介绍丝化形,化路、化权、化科、化技的概念,丝化形在命盘上的基础应用。 十一,第十一周,丝化飞行理论,下,丝化形在不同宫位的应用,丝化形之间的互动关系。 十二,第十二周,十二常生与宫位的对应,介绍十二常生的概念,十二常生在命盘上的应用。 十三,也就是十三周,命宫与宫位之间的互动,命宫与其他宫位的互动关系。 C,命宫星系与宫位之间的动态分析。 十四,第十,第十四周,天干地质与命盘的关联,介绍天地质的基础知识,天干地质与命盘的对应关系。 十五,第十五周,大运与流年分析,上,介绍大运与流年的概念,大运在命盘中的作用。 十六,第十六周,大运与流年分析,流年对命盘的影响,大运与流年之间的互动。 十七,第十七周,基础命盘解析练习,综合运用年本学期所学知识,简单命盘的解析,实例。 十八周,总结与学期测验分,回顾于总结本学期内容,学期结业考试或作业。 第二学期,进阶理论与实际应用。 一,第一周,进阶命盘解析技巧,命盘深度解析技巧,如何整合多种元素,进行全面分析。 二,第二周,信息交互影响,不同信息间的互动关系,如何分析命盘中的信息互动。 三,第三周,命盘特殊格局,上,介绍自卫斗数中常见的特殊格局,格局对命运的影响,四,定特殊格局。 深入分析少见的特殊格局,如何应用特殊格局的知识。 五,第五周,流年运势分析,如何分析每年的流年运势,流年与命盘的动态关系。 六,第六周,大线流年与命盘的综合解析。 大线流年对命盘的影响,如何在实际应用中整合这些因素。 七,第七周,夫妻宫与婚姻分析,夫妻宫的基本解析方法, 婚姻运势的预测与分析。 八,第八周,财博宫与财运分析。 财博宫的基本解析方法,财运与命盘的关联性。 九,第九周,子女宫与子女运分析。 子女宫的基本解析方法,子女运势的预测与分析。 十,第十周,官路宫与事业分析。 官路宫的基本解析方法,事业运势的预测与分析。 十一,第十一周,天债宫与财产分析。 天债宫的基本解析方法,财产运势的预测与分析。 十二,第十二周,健康宫与身体状况分析。 健康宫的基本解析方法,身体健康的预测与分析。 十三,第十三周,迁移宫与外出运分析。 迁移宫的基本解析方法,外出运势的预测与分析。 十四,第十四周,兄弟宫与家庭关系分析。 兄弟宫的基本解析方法,家庭关系的预测与分析。 十五,第十五周,实战案例分析上,提供实际案例进行命盘解析,实生互动讨论。 第十六周,实战案例分析下,跟深入的案例解析,综合应用全学期所学知识。 十七,第十七周,课程总结与综合命盘解析。 综合运用全学年所学知识,进行综合命盘解析与讨论。 十八,第十八周,结业考试或作业学期结业考试或命盘解析报告。 课程反思与未来进阶学习方向建议。 这样的课程规划涵盖了紫薇而紫薇斗书的基础理论与进阶应用, 让学生能够从零开始学习,逐步掌握命盘解析的技巧, 并能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所学的知识。